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螳螂伤害不够高吗 是因为你的人眼招有问题 知道吧 你的人眼招问题出在哪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你把这一点解决了 你会发现你的螳螂伤害跟我一样 当然了 你的装备也得跟上 那么装备怎么来 我们等会再讲 为什么我的螳螂伤害高 这里面只有一个技巧 你听好了 只要你学会 就是 我们就做一个经常用的 跳过去那一套伤害 在落地之前 完成电行 你能不能做到 做到了 你伤害就高 什么意思 就是你在E跳过去 不加W 就是E Q加平A 这三个剑 你能够在0.5秒之内完成 你的伤害就高了 知道了吧 其实就是在你E的过程当中 在快要接近对手的时候 你的Q技能是不停的在按 那么这个时候 你落地的时候 你已经添加了个平A了 所以你看上去 伤害就非常高 因为它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出来的 那么你剩下来的 对吧 你马上就可以 接W啊 开R 再刷新你的被动啊 所以你上去就高了 知道吧 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还没懂什么意思 我来 完成一波 你就懂了 完成一波你就懂了 等我们 第一波干客的时候 你注意看了 很重要 这个连招非常重要 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 那你螳螂玩不好的 这是基本功 我们 先把野怪 都给它刷了 除了死甲虫不刷 当然我们也可以 反下去刷死甲虫 抓下 吃下鲁合鞋 这也是一个路线选择 但是不建议啊 因为你要看线 这盘的线明显是往对面走 所以 也没有机会抓了 那就没必要了 那你发现 中路也是一个压制的状态 对吧 你终于没法抓 这时候已经开始干客了 他这个干客 会导致什么 你知道吗 你别看他 就露头这一下 他就崩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他的位置了 我现在知道他去干嘛了 他是带着红蓝来的 对吧 他蓝打完直接开红的 说明他现在打大鸟 对不对 是不是有道理 他打完大鸟 他会去哪呢 他明显装上车时甲虫 但是我比他快 这会导致什么 这会导致什么 导致你看 首先我先把上路抓了 那这个没得选了 看 你看我落地是没有动作的 但是 这个 天使就死了 对吧 我是落地没有抬手动作的 你发现了吗 我其实在空中就已经完成了Q 那由于我们第一波抓了天使 那这个蜘蛛就不要去反差了 对吧 那就来不及了 有个时间差 那这个时候就继续刷野 对吧 就继续刷野 中路被单吃 你想这波 我觉得大多数玩家会过去 对不对 可能就不打蛤蟆了 但是你的选择就错了 因为以我们现在的伤害 在没有孤立的情况下 是很难完成 对这个 永恩的击杀的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蜘蛛会赶到 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 我们再回家 先补充一个这个 在四分钟的时候 我们补充了 匕首出门 那蜘蛛基本上是炸裂 炸裂 因为我现在的伤害太高了 但是这个时候啊 你要想 你去干什么 首先第一 观察对方打野 他这波死了 好吧 那这种情况啊 我们就先吃施甲虫 吃完施甲虫干什么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打你的大鸟 那你就没有太多灵性了 因为这时候 我是知道蜘蛛阵亡的呀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 他的蛤蟆是没打的呀 对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去打蛤蟆 如果遭遇到他 那他不是死 就是跑 遭遇不到 蛤蟆瘦了 山狼瘦了 那我当着他的面过去 你注意看我的伤害啊 你看是不是很恐怖 我觉得这一波 这个蜘蛛绝对没想到 哎 我满血 我都把你控制住了 你居然能秒我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连招 伤害太高了 他不可能相信 我能秒他 再次他野怪 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去拿龙了 对吧 这节奏就非常的快 蜘蛛呢 他在这个时候阵亡 然后他复活 他肯定不会来下了嘛 对不对 第一 下路没得抓 第二 他也知道 我把他野怪偷了嘛 对吧 所以他肯定这时候去大鸟和 和下虫 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推理 所以我们拿来没问题 所以作为一个打野 思路要清晰 这个思路指的就是 你能根据对方的一些情况 来判断他接下来干什么 然后你做出相对应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 我们刚打完龙 对方下路是有警觉的 我这时候去吃他的三郎 对吧 你看他是不是在左侧出现 对不对 因为他出门肯定往左边走 他知道右边没东西了 我们再把他这个吃了 这个时候上路是不是很危险 对吧 那我们给他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正常逻辑 好 我们看到出现在上路了 永温这个血量我抓不死 我抓不死 我过来 走一下线 不等他的蓝buff 等蓝buff时间太久了 杀肯定杀不死 我吃一点经验 好 蜘蛛已阵亡 注意看他的独秒 七秒六秒对吧 你要想他接下来会干嘛 那我相信很多玩家就已经知道了 他肯定去蓝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去偷他的蓝顺便地蹲他一手 是不是必中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在打野的时候 我能很精准地计算出对方接下来会在哪 对不对 干什么 这就是正常的推理 你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理他 你看 这个蜘蛛就很捞 对吧 他为什么很捞 他在这种情况下 一条纸 拉开 点个信号 对吧 是不是 但是我们刚才稍微晚了一点点 不然的话就是草虫去蹲他 草虫蹲他 他是不是必死吧 所以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原来打野是这么玩的 没错 要学会什么 推算 要学会推算 好 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没有血量再继续干咳了 我们把这个红给他吃了 好 我被推到了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走了 这肯定要走了 有恩来了 这就不能打了 那这时候你要注意 对方打野 打野一阵亡 请问各位 如果接下来是你 你会去干嘛 我相信绝大多数玩家会去打红 那你这个就 收益不够大 我不能说你错了 我只能说你收益不够大 为什么 谁能回答 绝大多数玩家回答不上来 因为你打完红之后 你没事干了 你没有野了 懂吧 所以你这波路线选择就问题很大 那我来到这边三柱野怪吃掉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这边的野怪都是有的 并且峡谷也在 是不是更合理 对吧 机会更多 所以路线选择 也是有说法的 那我们把蓝吃了 我的选择很多 对吧 并且 以我们现在装备 是不是做什么选择都可以 对吧 想吃峡谷吃峡谷 想入侵入侵 想反野反野 对吧 所以选择就很多 当你的打野进入这种 节奏 什么叫节奏 这个叫节奏 对不对 这个就是节奏 节奏怎么来的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明白 我们知道 他在右侧出现 说明什么 谁能回答的上来 说明他从右边的嘛 那么左边他是没有动的嘛 对吧 就是突然就想通了 他闭死了 他这是肯定跑不了 好 他这是肯定跑不了 我们把这个峡谷可以开了 赶快开个峡谷 吃波塔皮 队友可能不理解 你怎么收我兵 那这个时候 我们把对面中路杀了 然后开个峡谷是非常之赚的 能吃很多塔皮 但是你的队友会觉得 那导致我没兵了 那你要看整体收益 这个行为是不是整体收益最大 是最大 但是我们的这个 易拉斯好像他有点小脾气 他可能觉得我把他这么冰吃了 他就很不爽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就从比赛的角度来讲 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路人可能他不太理解 他觉得这样对他来说 是不利的 对不对 但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 主要是什么 整体经济 你看他开始怎么样 他开始心态崩了 你看 他觉得 你这个收了我的拼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那我们这个时候给他 我们不要跟他发生争执 兄弟 给你 抱歉 我的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 要跟他好好焦虑 不要跟他发生冲突 因为可能他的行为是不对 但是你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 说到底谁对谁错 对吧 因为跟路人永远没有办法 你争论得赢的 即使他再怎么错 你不要去说他 说他没有用 他只会怎么样 挂机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无脑 他可能有打多了 他也知道 原来我这样是不对的 对吧 那我们就不必纠结了 我们就 只是说怎么挑战他的心态 那有人就会说了 这剑神不讲道理 给我 我就跟他挂机 何必呢 没必要 没必要 三个字你懂 你可以这么做 但没必要 我们抓不上 这天使肯定是没得跑了 所以先平A 很重要 先平A缓速 一定要先 不是先Q 不是先Q 记住 一定要先平A缓速 因为在他必死的情况下 你要做的不是着急打输输 而是怎么样 把他留下 留下 你看通过我们刚才那波交流 这个剑神还是回到了现象 对吧 继续玩 但如果你要是觉得 你对的 你骂他 他是不是就挂机了 他在那边跟你对喷 对吧 没意思 因为你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 告诉他怎么样才做 才是对的 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如果他要知道的话 他就不是这个段位 对吧 对吧 他的生态有点爆炸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的优势非常大 我们把龙控好就可以了 他其实再怎么使 因为我们现在优势都无所谓 他只要不送 不挂机就行 这个就不要去了 但是 算了 不去了 因为他的奥数迁远 或者闪现都可以上去 我们去肯定是白跑 但如果他还不走的话 对吧 那我可能就要去了 先扫描一下 确定自己没有被眼发现 然后呢 赌他会打钱 好 注意哦 要躲莫干娜的Q哦 那先一个卡位 很重要 好 然后 缓速 你看 这个很重要 如果刚才这波杀完一折 你去Q莫干娜 对不起 莫干娜跑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Q了他一下 伤害再高 又怎么样 你没有后续的追击手段了 你也没有E 也没有大招 也没有闪现 对吧 但是如果你先平A 缓他送 你再Q他 这就能把他多打一点伤害 所以这个是出招的合理性 我们再吃波兵 这波线没人吃 我们要给他压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再去他的野区看一看 很多玩家会说 你这螳螂怎么吃冰 那你不要搞错了 不是说打野不能吃冰 没有这么一说的 只是说你吃的合不合理 懂不懂 合不合理 这个最重要 他肯定是死的 队友发起了投降 那个明显搞瘦 那我们不投 好 回家 你像这个时候的线 你要给他压进去 让队友去中推 加快整体的节奏 我们来一个 远古 出个水晶鞋吧 这把控制比较多 这个一出 我们在击杀完之后呢 会返还大招的冷却时间 我们优势非常大 那也不用着急去抓人了 我们只要控好峡谷 控好龙击 看我伤害是不是很夸张 很夸张 好 直接去把峡谷打了 钢蜘蛛在这里 但是他根本无法阻止我了 因为我现在杀他只需要一秒钟 所以他根本不敢跟我照面 好 峡谷射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找一条路 去下路啊 因为下路正好龙也要刷了 在游戏的中期 当你取得这么大优势的时候 就不要再去干客了 因为你要记住一个原则 一个准则 就是路人局 你再多的干客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没有用的 懂吗 因为 你的队友如果打得很差 你怎么抓 都没有用 并且你帮他抓 他反而会送掉 你懂吧 正是你不抓更好 因为不抓的话 你能够 去推陷 去推塔 去控龙 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再去干客了 更多的是推进 那 好 好 我们先撤 我被控住了 如果被控住的话 他死了 好 注意看我的练造伤害啊 是不是很夸张 好 人很多啊 我们就溜了 如果他 两个人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的 是可以打的 来 缓个数 好 他的节节放了 这个很重要 我被看到了 那么 缓个数 落单 孤立 伤害非常之高 闪现没有拉开 很尴尬 啊 这一波闪现没有拉开 是我们也想不到的 啊 这个就有点怎么讲呢 有点捞啊 有点捞 他这个装备非常好 我们下一件装备 其实现在出装已经不重要了啊 我们就出这个 好 这个永恩非常的肥啊 十三个头 十四个头 很明显 你看出来了 他不是这个段位的 对不对 他明显在装老师傅 那么 对于装老师傅的玩家 我们等会儿 打团阵的时候 要盯着 啊 要盯着 我们 还是先去把这个侠鼓开了啊 这个二手要给他扣了 不要着急打架 现在 要看情况了啊 合理的战斗 我们再打 不合理的战斗啊 还是选择单推会比较好 收益会比较大 更加的稳定啊 好 得撤了 得撤了 这波为什么撤 因为地图上没有人啊 你发现了吧 哎 你看啊 他中路来下了 对吧 我们 搞不清楚情况啊 都搞不清楚情况 明显就是很多人啊 在我附近埋伏我的 对吧 我们马上转移中路啊 那现在勇恩在下 我们知道的 这时候你过去 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反手蹲勇恩 才是王道 但是王道 他没有来啊 我们先开个想要谱 好 然后 他没有来呢 我们就包过来了嘛 对吧 吸口血 把冰线给他压过去 这个是肯定死的 这波收益就很大 这个峡谷收益就很大 赶快 看能不能把它 卡开了 哎 这样峡谷还能保一手 还能保一手 勇恩还没有来 好 勇恩来了 但是这个峡谷已经撞出来了呀 好 他把Q放了啊 但是不解释啊 不解释 好 我们可以撤了 这防御塔 不退了 危险 好 好 回家 装备更新一下 现在他们勇恩的装备可以讲是非常的豪华啊 172刀加15个头 你发现没有 我们这种发育他比我们都还好很多 哎 这时候要注意 有机会的 先隐身赌一手啊 赌对了 那注意 再隐身 卡位啊 好 我们再推一波 也有人推了一波花朵 看到了吧 嗯 很明显就要来人了 对吧 我们已经溜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 你只要观察地图啊 对方想要抓你 基本不可能 因为螳螂的逃跑能力太强了啊 他们人多来抓你 就是浪费时间的啊 那你的队友就很舒服 好 我们可以来一首 准备收割 死亡之舞就算了吧 来这个吧 算 还是 这个吧 这有什么老师在发 套血投降啊 好 我们选择 准备小龙团战啊 这个时候的话 可以适当地去帮一帮 团战打一打 不然的话 等会小龙要丢 那他的永恩装备非常好 蜘蛛落单啊 走位 好 隐身 那他跑不了了 哎 不行 永恩在啊 你看这波我很聪明 这波我并没有选择去 好 那不要上 不要上 没有视野的时候 不要打 千万不要打啊 战斗结束了 我们赢了 那就回到 下路 继续单待 小龙还没刷 把他的线给推了 这个时候不去支援啊 推他塔 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没人啊 来不了 这游戏一定要推他 好 好 再上高地 小龙还没刷 摸下去 不看他没完 直接走了 好 直接去拿龙了 思路非常的清晰 这里给个真眼 小龙我来说 我们收完之后 看看永恩怎么说 跳个舞 他上当了 他是刮皮 他可能觉得自己很帅 很强 但其实是个刮皮 对啊 你看 你有没有发现 他这么好的装备 你看上去好肉啊 对吧 带护盾 银血 四剑套 你看在唐狼面前 是不是显得非常的不堪意见 为什么 因为进化Q的唐狼 在孤立的情况下 单挑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只是这个永恩 他不清楚 他觉得好像 我装备又好 我操作又好 我害怕你唐狼 好 我们收他一个蓝 继续推 继续推 或者大龙都行 看情况 我们先把线压过去 但是没有孤立 那肯定是不行 没有孤立的话 他是 没有大招了的 好 给个信号 W缓速 好 技能放了 没关系 拉开 给个W 缓速 爆死我的 爆死的 好 回家了 三千块 我们可以大龙了 哎 这波啊 你看我的血量非常少吧 但是 一高 好 好 刹 召集队友 打大龙了 来 我们有这个装备 能刷新大招 不是刷新 就是CD比较短 那么我们 大招可以随意开 先手就开 不要省 可以大龙了 大龙直接收吧 不能拖了啊 现在拖就没有意义了 等一下队友 他们阵容后期还是挺猛的 因为有个这个 天使 有个凯尔 后期伤害非常爆炸 我们可以抓一波天使 有影 他在这里 他有大招啊 所以尽量不要去扑他 不要扑他 应该选择什么 隐身 先接近他 你看 直接秒了 你发现了吗 他连开大招的机会都没有 你看我杀完人之后 这大招很短 然后再杀一个就 直接好了 对不对 大招不用省 好 这个肯定杀不掉了 走位 他们这个龙是挣不了了 挣不了了 他们做了个视野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逼他们 我们可以逼他们 撞墙了 这个角度不太对啊 那我们可以当着对面的眼 对没来 来的话可以直接打 算了 信号不太好使 单位不够高的话呢 他这个 信号 不是那么好使 行动力 他会慢一点 那我们先推高地 也可以 推吧 隐身 缓速 孤立了 孤立可上 哎 你看 孤立就可以上 不是孤立不要上 缓速 溜了 溜了 啊 召集队友 直接大龙 召集队友 直接大龙了 看队友来不了 这个不来的话 我们 这样节奏就被拖住了 那我们先扫描一下 确定 有人 那我们先溜了 但是呢 我们逆向思维 看到没有 让别人 有 我接了他 一直 对对对 人太多了 准备 准备 准备拿龙 走了 准备 增下火龙 大龙不好拿 但火龙是可以的 对面肯定也要打火龙吧 那我们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 怎么打团 啊 我们先是劣势 注意 这里有个辅助 可通 好 好 秒掉 他们把龙虽然拿了 但是呢 我们不会放他们走的 注意了 先给个缓速 没缓到 不重要啊 绕上去 拦截 不给他们走 你看啊 我勾引他们 我勾引他们 我继续勾引 你追我 跳个舞 再缓速 再缓速 跳个舞 你看 注意 好 非常好 拿他回来的 注意了 在这里按 A 抠 好 注意看我的连招 W 起 一波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波拿龙 导致他们 直接输了 哦 你在这里 干什么 哇 真没俏 太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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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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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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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罥 敌 结束